早上 大家早 早啊 第三天 從彰化 起到嘉義 就是出租點 快就決定好了 大人出租路上 空降大 好 剛剛 剛剛發現 手套忘記戴 嘿嘿 要花錢買手套 今天有點冷 然後 手套忘記幫GoPro充電 手套忘記在哪 我才專案 等一下我就不去園林了 我直接去 去西樓 我們西樓走那個 西樓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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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坑有什麼好吃啊 嘿嘿 嗨 嘿嘿 好像吃飽喔 前進 這是西樓 去園林啊 園林啊 園林到了 但是我們沒有進園林啊 坐來剛剛太冷了 我先去喝杯咖啡 我順便吃了一個飯 這樣 所以我們就不去園林了 我們就直接去 西樓大橋 北斗北斗到了 北斗正到了 北斗正到了 南兵在北斗下基地啊 套兵基地 在北斗 北斗 可是我們不會經過 到北斗啊 到西樓大橋還要10公里 哦 慢慢去哦 剛剛在小區那邊 達戰了3分鐘 一個 歐巴桑要經 什麼包裹 現在明天到 那個店員說 過年期間沒有明天到 就回去了 他就在那邊回老半天 好吧 10號把東西放回去 我走了 我去下店買 一家喝個熱的而已 我等了三分鐘 我氣到媽媽腦都熱了 接近接近接近了 你也很上班啊 你也很上班啊 你也很上班 一分鐘還騎不完啊 哇 下面是公園耶 還有放空村耶 各位 各位 我這樣在西樓 吉安特 他門沒有半開的 我就衝進去了 不管太多 開門就衝進去 好 我要一雙手套 看牌啊 他來吧 一雙手套 你來吧 好貴喔 嘿嘿 這小時候沒有人啊 這是一個神奇的公園 塞...塞...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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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塞... 猛虎出牙 雙龍取水 這個姿勢很 陰陽陰爪手 厲害厲害 無意間經過 好 塞在這間 不錯 公館橋 雪坡起步 好累啊 啊 啊 日到的市局 等於我在虎尾吃海鮮粥 我就從西螺 衝過來啊 耶 到了到了 啊 熱成人了 好看看 少了龍沒兒 這邊有BT 一條是 捕尾北港 提防道路 這邊樹都往一邊倒了 都往堤防倒 中間的北風 多麼的強啊 然後這田 我們騎了十幾分鐘 還在... 景觀還都是田 來了 新港鄉就在前面 這邊就是嘉義線 等著二十幾輛車終於過來了 好可惜 終於 提起你 對不起 我已經 親近你 前面就是... 鳳天宮 這間鏡子汽車進入了 還不知道為什麼 還不知道汽車 好多啊 好多啊 那時候 你看我來去吃... 鴨肉羹 先過去吃... 前一千車子 到底夾肉燈在哪裡 夾翼有兩間廟,第一間是北港朝天宮 另外一間是新港奉天宮 我一直以為夾肉燈是在北港朝天宮 所以我就在導航,導去朝天宮 結果騎到一半的時候 大京打電話來,問我說在哪邊 我說好去北港朝天宮吃鴨肉燈 他就說,北港沒有鴨肉燈 我們上次吃的鴨肉燈在新港 好家在,他有跟我講 不然我就傻傻 多騎了幾公里的路去北港朝天宮 然後我就趕快改方向 去新港奉天宮 果然,果然就在那邊 所以你知道,打啦 打得好,不如打得巧 就在我,要去北港朝天宮的路上 大京就這樣都打來了 就這樣跟我講說是在奉天宮 好家在,好家在,少騎了好幾公里的路 耶 今天,算是最休閒的,騎一秤了 算是說飄有一點小雨 早上肚子還不太舒服 可能是昨天,那個蔥牛餅在作祟吧 哈哈 還是那個湯包 我覺得那個湯包真的不舒服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呼那麼久 然後就騎一騎,騎到西樓大橋 然後就call,在地的玩家 他看看 他叫我到虎尾去找他 於是我就騎了十幾公里的路 跑去虎尾跟他吃一碗海鮮粥 然後吃得來 我家上次也吃過 上次吃吃螃蟹粥 這次呢,想說不要那麼奢華 簡單吃一點就好,就吃海鮮粥 吃完之後呢 就設定目標去 北趕朝連火 然後發展就是剛剛講的 大鯨打來跟我說不算在變 所以呢 今天還蠻順利的 可惜就沒跟大鯨碰到面了 可惜啊,可惜 好,還是這樣吧 還有十公里就到了嘉義士 就這樣囉 一、二、二、二、三、二、三、二、三、四